大家好 这一颗蝴蝶兰呢 是我三年前在扣子超市买到的 那当时买的时候呢 就是多花型的 花枝很多 花也不少 有四十多朵 那去年呢 开了五十朵 也是挺让我惊喜的 去年开的是两个花枝 两个花枝呢 在上面开的 那今年呢 就开成了小花铺的样子 有一种这种下垂的感觉 我觉得今年比去年要开的好看呢 那为什么开成这样呢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祸得福了 可以看到我后面 这儿差一点净腹了 这个地方 当时冬天的时候差一点净腹 掉了两片叶子 赶紧把这个净腹止住了 当时这儿还长了一个小花芽 刚冒出一个头 也腐掉了 结果呢 这个花芽灭长成 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一个花芽上 所有的花都在一个花芽上开了 那这一支呢 就长了五个花芽 每个花芽上的花都挺多的 要有这种垂下来的感觉呢 我觉得至少要有十朵花以上 每一支都至少有十朵 那有一支最多的好像是十四朵 还是十六朵的样子 那今年一共是六十五朵花 就开得特别美 觉得开成这样还是特别的惊喜的 因为确实没有想到 它能开这么多 而且还有那种花铺的效果 太美了 所以呢 这就让我思考了一下 怎么让我其他的花 也开成这种花铺的感觉 那我记得看其他视频的时候 像一些兰元 他们有时也会给花掐枝 特别是那种大型花朵的蝴蝶兰 开成那种长串的一长串的花 如果有侧花枝的话 他们会把侧花枝掐掉 然后集中能量 让花在组织上生长 那这种小花 多花型的 是不是也可以做类似的操作呢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另外一个花枝 也正常长大的花 那我相信它的花 跟去年的花应该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就是 两团在上面 那如果是都在一个花枝上长 能量集中在一个上面的话 花朵就会更多 还有呢 我觉得 长这个花杆 也是需要不少能量的 一个花杆要支撑好几个花枝 这个花杆还是蛮粗的 要长成一个花杆 也是需要耗费不少能量 其实以前呢 也特别羡慕 有的花友能够买到 长特别多花枝的蝴蝶兰 比如说五个花枝 甚至有的人能买到七八个花枝的 当时是特别羡慕的 因为在我这里呢 连三个花枝的都比较少见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花枝 或者两个花枝 那现在看来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羡慕多花枝的了 因为多花枝的 开出来的花也不一定有一个花枝的多 因为我们最终想要看到的就是花的数量嘛 那如果是多个花枝的话 我觉得也挺耗费营养来长这个花杆的 有的兰元呢 也是想要多花杆这一个卖点 所以呢 也会用一些生长激素来促这个花枝 但是多花枝以后 每个花枝上能不能开很多花呢 这个也是挺令人怀疑的 从我自己的喜好来说 我还是喜欢看一个花枝 爆花的 那花友们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喜欢多花枝的 还是喜欢这种一个花枝 多分叉的 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讨论一下 那有这个想法以后 我想在明年吧 如果有的兰花再长两个花枝的话 我可以做个实验 尝试去掉一个花枝 来看看是不是 就是一花枝也能开爆花 当然我是不建议花油也这样做的 因为我还是建议 最好能让兰花自然的生长 顶多你拿一盆或两盆 做个实验就好了 我想我也就是拿一两盆 试验一下 想要这种垂下来的效果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给花杆的塑形要注意一下 可以看到我这个花杆呢 是斜着的 然后第一个夹子掐的时候呢 是掐在第一朵花的后面的 那有的花友呢 它给兰花塑形的时候呢 是这个花杆是直立的 而且掐的位置呢 是花杆的上方 就是让它直立生长了 那这种掐的好处呢 就是让这个花的头部 头重脚轻 这样好有一个 容易自然下垂的这个效果 好 这就是我这盆花 带给我的一些感受 一些想法 大家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